上个月在江苏镇江,一辆小轿车和一辆大客车斗气 结果他们斗气,使得一名无辜的摩托车驾驶员被撞成了重伤 医生说,即使是救活了,也只能是植物人 在今年9月13号,伤者在驾驶摩托车正常行驶时 被逆向一辆越过双黄线的小轿车狠狠撞飞 想超车,从逆向车道行驶,然后和一辆正常行驶的摩托车发生了碰撞 初步反乱是这样的 可民警最后发现私家车超车的轨迹上有一段很长的机油痕迹 由此分析,当时超车的速度非常快,不像是一个普通的交通事故 他其实从长江路北谷山开始,就一直和一辆大客车来回超车,来回B车 私家车已经给大客车逼出了立向车道 但是私家车驾驶员仍然想在立向车道加速超到大客车的前面 最后的时候,大客车没有给他再超,狠狠地打来把方向 然后私家车和里面过来的一个正常行驶的摩托车就发生了碰撞 目前赵氏司机张某和客车司机吴某因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刑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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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